完蛋了 非死不可了 他找医生 医生说 我没法治疗了 就给他摸点药啊 将决得一下 汗痒了 他又回去了 隔几天他看 哎呀 都痛得又死 不得了了 找医生 医生说 你现在好了 说以前你那个搭背啊 心都快出来了 怎么治啊 说你把那个活演一下 你看你伤得这个 长出了心肉了 长皮了 说你这个屁股肉很厚的 离心脏很远 死不了的了 还可以刀割了就好了 加持你的心 一天都在苦的心上 当你痛苦 你感觉哪儿的痛苦最厉害 你转移目标 转移什么目标呢 你想你最好的 最喜欢的 最什么的 你把它转移目标 或者想发财 可能发财 那就发财了 这叫转移目标 是治病的方法 说 用发菩提心 转移你的烦恼心 转移你的产生症 这得自己想 有时候众生的业症很重 结果我业症很重 也有人问我 我说 老法师 你在监狱里发财 没有啊 我天哪发呀 为什么 我说 那时候才是发财 心的时候呢 为什么呢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转移目标 把它当成了 你反正住三人也是修行嘛 那里头 有解放军给你拔门 谁都来不了 但是很好 转移目标门 几十年嘛 没感觉这么痛苦 比如说 最痛苦事 转移目标 想你最快乐的时候 那心就不苦了 但病你支持不了 痛苦很厉害 那时候 你就想了 转移目标 想你快乐的时候 想没病的时候 同时呢 那时候你念佛就得力了 真正的一心念佛 或者念观子不到 你接受痛苦 你这一念呢 一般的说 菩萨来加死你了 实际上是你转移目标 当你吸了念 两种都有 那时候念得非常诚恳 等你苦逼叛的时候 你那时候想着佛 念菩萨 菩萨真来救你 而且你也得到效果 这都是发菩提心的内容 发菩提心的内容很多啊 我一时又跟大家说不弄完 反正你学任何什么 就是善容其心 文若菩萨叫我们善容其心 假使你还不会善容其心 念文若菩萨那个咒 你一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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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怎么办呢?就用智慧来灭眼障。 同时呢,两种含义,文殊菩萨加持。 用文殊法的般若智慧很难。 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那些法比较你看得懂。 但菩萨智慧看不懂。不是一般的人,那你得修惯。 经过修炼,也能进入菩萨智慧。 凡是在五台三年,大概都学菩萨智慧。 加持你,实力能够进入成长。 有了智慧了,做什么事都正确。 不想发财。 好啊,就念了,就念了。 我说阿尔巴尔纳的那客户来了,又怎么应对他? 他本来不想买的。 经理这么一对付他,这么三说两说, 我说我再加死,他就买你的。订单成了。 刚才。 害病的,像萧三年那,有念吧。 念念的,心里转移了。 人的病啊,三分病,七分帮忙。 病很少,都心里头帮忙。 医生啊,吃药吃错误啊,很多帮忙的地方。 生老病死。 耐真理。 怨真慧。 求不得。 乌云之甚。 这八福交接。 八福交接。 你就用发菩提心来对付他。 对付这八苦。 把你的苦难转变成吉祥。 把这苦难转变成吉祥。 这就是发菩提心的功德。 咱们那个汉文的,也有发菩提心。 像圣诞大师发心啊,发菩提心啊,联资大师啊,都有劝发菩提心。 但是在这种圈的时候呢,和圈的文呢,在文字上,你不容进入。 丁头,面对花言三品,具体的发菩提心。 不容进入。 普贤十大愿望。 我们这很多愿求生极乐世界的。 普贤十大愿望就是你发十大愿。 当然,灵命就是普贤不是送你到极乐世界。 上品上生。 念普贤后,你得生极乐上的。 普贤不是送你。 决定能生。 因此呢,发菩提心的含义啊,非常之广。 但是在二层的经典里头,没有。 这都是大乘经典。 像你学花言啊,学法皇啊。 一个初开始佛说的,一个是佛药叶盘时候说法皇。 给人人都收集。 只要你入了佛门,佛都给你收集。 但时间的长,时间的短。 就成佛的时间长,成佛的时间短。 那就在你自己修炼了。 但是,发菩提心是一切法的根本。 你心都没发,你怎么去修行啊? 你没修行,你怎么成佛啊? 必须得先发心。 所以发菩提心,能够免灾难吗? 什么灾难都免。 有谁免的?你自己免的。 你发了菩提心了,你想成佛。 你会贪恋世界。世界的灾难,它已经管不了你了。 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了。脱离四天。 我今天跟大家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 怎么决定?发菩提心。 发了心就能成佛。决定能成佛。 但是你修行的快,进步的快,成佛早一点。 你修行的慢,成佛难一点。 这是这个分别而已。 发了心,相信,绝对能成佛。 所以全大家发菩提心。 越南大奖,苏一毫不一声了。 两次进步的中心,就会移到会儿梦架。 佛法在世间维兰。 好,玩家。 唉,祝大家奇想。 好,祝大家奇想。 祝大家奇想。 因为我们这次讲座, 祝一个秀プ的中心。 台灣導遊來大陸求發展的,他們由我來講。 現在我看這個人不是台灣了,不是台灣的導遊, 那很多導遊,講的題目就變了。 我看這個情況,我完全是台灣導遊。 對佛教、佛法,有的不是印象很深刻的, 一般的對佛法、佛教不了解。 特別是有些人因為佛教是迷信, 這個丹姆傳播的很多人,沒有了解佛教的,因為就是迷信。 迷信嘛,就是不可信。 但是迷跟信的兩個都不能兩個得信。 迷了的人信什麼?什麼也不信。 那信的人絕對不明。 因為佛法傳到中國來,有時候各地的翻譯, 就把印度的翻譯變成華言。 用義的地點不同,條件不同。 是在廣東翻譯的,就是南廣東話翻譯。 在長南,在西南翻譯,就是西南翻譯。 有些在南京翻譯的,那就是南京的語言翻譯。 因為我們大陸的語言不同,各地的翻譯的方言不同。 就傳的呀,有時候錯了。 佛本來是印度化,不是中國化。 經過兩三千年的傳播,變成中國化了。 人家在於有完整的話,只說了一個字。 印度化叫佛托耶。 中國化呢,就把一個寡翻一個佛。 佛。佛也沒有翻,就是佛。 完了用中國字寫出來。 我們宗人就跟佛呀,就是寺廟啊,就是佛像啊,和聲廟。 實際不是這個含義。 佛陀耶翻譯這個化言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覺悟的覺,明白的明。 就是你覺悟了,你明白了,那你就是佛。 你沒明白,沒覺悟,那你要學。 學什麼呢?學覺悟,學明白。 我這個覺悟,不是咱們一般的所說的,明白。 它很深刻的,很深意的。 這個世界上,這個利休怎麼成長呢? 這在佛經上講的非常詳細。 人類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種類? 語言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複雜? 因此,這個說你達到覺悟的程度都明白。 那還不容易,很不容易。 而世界上語言,大概是這個數字很難得確切說。 究竟有好多種語言,咱們所傳播的就是語言。 這個語言就是絕對不夠的。 我們中國的語言就是我們中國境內的說語言。 我所走的地區。 我這說幾個地區吧。 青海道的邊疆玉樹這個地方, 玉樹南前三線,有25種語言。 而昌都過去,乃至於到這個西康的康町, 這地方有30多種語言。 在昌都往伊撒、往拉撒走的時候, 叫類伍齊。 這有40種多種語言。 每個地區語言不同。 這是大的各個省份的,大體都是同。 這寡說語言學。 但是我們只說人類呢, 苗呢,魚呢,禽獸呢,豬羊呢,各有各種的語言。 這都算語言在內。 你都能夠聽得懂,都能明白,你就是佛了。 佛就是包括這個語言。 乃至每個人類的生活習慣, 他的歷史,他的成長,和家庭狀況的變化, 都能明白。 世界上這樣的人,完全人還沒有。 只有在佛經上講,佛如佛菩薩, 他得到語言三昧。 就是沒有什麼語言它不通的, 只有聲音它能變化。 這只是一種。 這包括其他的,你所能夠了解到的。 明白的,當前嘛,世界非常的爛。 為什麼天氣的變化,大氣的變化, 人跟人之間的變化, 能完全掌握到嗎?不可能。 我以前在北京的時候, 北京才有二十多萬人口,二十六萬。 就是為什麼北京城, 水分非常充足的, 沒有這麼熱,這個氣候變化。 這是大氣層的變化,咱們不知道。 世界所研究的語言學, 研究氣層變化, 它也不見得清楚。 研究不到。 但是佛呀,都能知道。 都能了解語言,行動。 說每一個人,為什麼他很富有, 他很貧窮。 有些人讓生活習慣上去的, 很自然。 有些人生活習慣不自然, 很勉強。 還有生老病死苦。 因為我們不得理解。 為什麼他生到有錢的地方嗎? 他生到窮人家的地方嗎? 他生到都市啊? 還會生到邊區啊? 什麼原因? 這個咱們不知道。 要是你要明白了覺悟了,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僅舉這麼幾個例子, 大致是這樣子。 為什麼世界上有人窮很富? 有人很富有。 有人做一樣事情, 他做得順順當當的。 有些人就不是了, 困困難難的, 一輩子。 這個我們都知道嗎? 每個人都能知道嗎? 我們看每一個人的相貌, 都不同。 那說我們每人的心理呢, 那就更不同了。 面入其心。 說到心理的事, 那更複雜了。 我們做到要回想你自己, 你能掌握到你的心嗎? 你一天你的心起了好多的變化。 你看問題有好多想法, 你能掌握到嗎? 你看到外景, 客觀的現實, 外景的全環境的情況, 才生起你的心呢? 對景生心。 生起你這個心來, 你沒有辦法, 沒那個智慧。 了解, 我一見面就知道這個人, 不僅知道今生, 知道過去, 一生,兩生, 無量生, 都能知道。 這叫覺悟。 沒有這個覺悟, 沒這個智慧, 你不會知道的。 你一出門, 天頭, 寡風下雨, 陰晴, 你能知道嗎? 但是你要學佛, 有佛的智慧人, 就覺悟的覺, 是這樣談的覺悟。 那佛的意思就是這樣含義, 就是明白, 覺悟。 說你要覺悟了, 你要明白了, 你是信佛, 你是佛弟。 人經常有這樣說, 信佛, 有信心沒有? 我們把這個信心呢, 就為它信佛不信佛, 實際上不是這個含義。 說你自己相信你的心不。 這問題聽來大家聽著很好笑, 我自己還不相信我自己啊。 我所接触的人, 包括我在內, 從來沒有一個人相信自己。 我說這話, 大家可能起問號了。 為什麼自己不相信呢? 因為你掌握不住你的心。 你能掌握不住你的心不變化嗎? 讓它不勤煉, 讓它不想。 不可能。 辦不到。 因此啊, 對於佛, 含義就是這樣了。 這叫佛, 覺悟的覺。 我們怎麼能達到, 人人都成佛。 學呀, 學什麼呢? 學法。 佛它有它的方法, 教導我們的方法。 這就是佛所說的, 法就是, 把人變成了聖人。 把一個凡夫, 變成一個佛。 其實你心啊, 本具有的, 跟佛沒差別。 因為你要達到這種覺悟, 達到這種明白, 那你做任何事情沒有錯誤。 為什麼呢? 隨身因果。 你明白我這個事兒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啊, 等你學法的時候, 法沒有一定的形象的。 沒有一定體象的。 法要以什麼來建立的呢? 因你眾生心。 法無定體, 以心而立。 心生種種法生。 心要滅了呢, 一切法就沒有了。 能夠這樣的明了的心, 先自心。 心指揮你的身。 咱們一些動作是由心裡指揮的。 咱們醫學生說是神經系吧。 神經系來指揮你的身。 神經系來指揮你的身。 我能夠把我這個心啊, 運用的。 全是正確的。 沒錯我的。 只有佛。 只有你明白了, 這種甚深的道理。 要達到這種境界。 沒有成功到的時候, 以前達不到這種境界。 這就需要你學。 學什麼呢? 因是世間。 因是一切眾生。 不只人類。 包括出生。 包括非親。 它怎麼墮落到非親的。 它怎麼墮落到人類的。 人類有窮有富。 有生的邊區的。 有生的城市的。 人類有種種不同。 剛才上來我跟大家說。 像它面容一樣的。 沒有相同的。 雙胞胎都有差別。 總有個特征。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心呢。 你自己掌握不了你自己的心。 因為掌握不了你的心。 控制不了你的身體。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又怎麼講呢? 你說你不能讓你不生病。 誰能說我保證我永遠不會生病。 能辦得到嗎? 絕對辦不到。 因此啊。 人說學佛。 就是學佛所行為的行為。 他告訴我們。 不要去貪戀。 不要去嗔恨心。 不要去煩惱心。 煩惱就是糊塗。 我們檢查我們每個人每個當勇。 你從來沒煩惱過有這樣人嗎? 要能達到這個目的。 你從來不起煩惱。 任何事物你都不煩惱。 那你就成就了。 成就了。 那麼怎麼樣要沒有煩惱。 你不要生心。 不要起心動念。 到你心了不起心動念了。 你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做不到。 你這佛法就講。 你觀察。 觀察你這個心。 你能控制到你這個心。 能讓你的心呢。 隨你的至主的主持。 讓它不生雜念。 這叫我們佛教所說的。 和尚說的。 入定了。 那心不起念了。 入定了。 定了。 定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 在任何的事情。 你做任何事情。 那你吃飯。 你把你的心定到吃飯上的。 吃飯就是吃飯。 心裡沒想別的就是吃飯。 能做得到嗎? 睡覺。 睡覺。 我要想睡覺了。 該休息了。 我倒上去。 就睡著了。 辦不到。 我要想睡三個鐘頭。 我到三個鐘頭。 一定得行。 他聽你指揮嗎? 做得到嗎? 做不到。 我們不能夠用這個心啊。 用指導一切。 為什麼? 我們不能掌握我們的心。 那麼學佛他告訴你很多方法。 讓心無亂動。 心不要起雜念。 控制這個心。 讓它定到一處。 和尚家入定了。 我定了什麼警戒相呢? 做一片。 做兩片。 做七片。 沒關係。